大家好 我是阿民思 今天我們想聊一下情緒 我們的頻道之前都是以 深的這個方面 就是說病痛 疾病疼痛 這個方面去做了很多的延伸 那我們開始會帶入到一些 像情緒方面的問題 畢竟中醫在講 我們健康常常就是有內陰外陰 外感六吟 內傷跟七情 也就是說我們怒息 憂絲 悲恐 驚 這些情緒的影響會有關的 情緒其實對人的一個痛苦 其實並不亞於說 直直上的身體的一些問題 也包括我自己 其實對於情緒方面 也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功課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恐懼的人 在面對這個恐懼時 我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做了一些學習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去消除你的情緒 這不是我今天想探討的問題 反過頭來這個情緒為什麼產生 它對你的人生有什麼樣的意義跟影響 才是我想聊的話題 首先我在一段學習中 有學習到為什麼人要有情緒 其實這個可以從我們身體 大腦的結構開始去講 但是反過頭來就演化的角度 人為什麼要有情緒 情緒對人有什麼好處 人不會做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總結出三個方向 第一 一 情緒的產生是為了讓我們虛極避凶 第二 驅使我們的行動 第三 去深度學習 那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說我們現在人在一個大草原中 在這邊住下乘涼的時候 突然旁邊的那個草莊那邊 嘻嘻嘻嘻 這時候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就是去看看 那個草莊後面是什麼 第二 你可能就會採取了某一種動作 逃跑 那請問哪一種人會比較容易去生存呢 立刻去逃跑的人 他活下來的機率比較高 那些想要去探求真相的人 就是我們比喻為 想要去撥開草莊後面 到底是兔子呢 還是獅子老虎的人 通常死的都比較早 所以我們能夠存活到現在呢 通常情緒驅動 會大於我們的理性需求 也就是說 人生下來就是要追求真相嗎 我的學習告訴我不是這樣子 有很多科學研究會告訴我們 追求真相並不見得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因為那些人通常死的都還蠻早的 往往我們一聽到草叢洗洗手術時 會有一個情緒起來 我背後是不是有獅子老虎啊 我會不會被吃掉啊 我隔壁部落的那個老王 對 古代就有老王了 他可能 他才是被獅子雕走過啊 天啊 我要趕快跑 然後開始那種恐懼就起來了 通常情緒去驅動 我們去趨吉避凶 這樣子的一個反應比較有利於生存 記得嗎 其實所有我們人的行為 不管是心理還是生理 都是為了要求存這個目的而產生的 這是從演化的角度去解釋 那第二 你有了一個情緒之後呢 你逃跑的會不會比那些沒有情緒的人還要用力呢 舉例來說 有兩種情況 你跟小林好了 你屬下隔壁是小林 第一 你是有一個情緒的 你記得隔壁老王被獅子雕走 哦 好恐怖哦 你逃跑 可能小林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喊那個 走 然後呢 小林 蛤 蛤 什麼 走 哦 好 我就走 就跑 你請問誰會跑的比較快 假設你們的身體條件都是差不多 通常你有恐懼驅動的那個人 他逃跑的會比較快 因為另一個人可能 別人逃我跟著逃 我不明就理 他可能跑的不會那麼用力 第三 那假設到後來 你會發現 哇 你回頭一看 真的一群獅子 母獅子跑出來真要狩獵 他本來虎視眈眈 你還好先跑了 小林被叼走了 這件事情你會不會回去 去把這個事情會生會營告訴你的夥伴 還有你自己 好好的注意 如果草蟲喜喜楚書 你一定要趕快跑走 這個故事會告訴我們什麼 情緒有三個很大的作用 第三個好處 第一個是趨急避兇 避開一些潛在的危險 第二 可以促進你一個行動的一個動力 因為如果你有情緒的話 通常你的行動動能 會比情緒比較平淡的人 通常要來得強 那第三 是深度學習 你想想看 如果這件事情呢 有情緒的一個學習 不管是快樂的還是痛苦的 身體記憶的那個深度 會比平平淡淡像上課 老師說 外面要小心獅子哦 馬路如虎口哦 會有什麼樣子的不同的深度 我想是有情緒驅動的 你的學習會比較深度嘛 所以種種來講 我們總結一下 為什麼人 我們會被情緒產生 就是有這三個好處 那回過頭來 為什麼我們容易被情緒困擾 這原因很多啦 你被情緒困擾的同時 也意味著這個情緒 帶給你的好處 或者是帶給你的意義 你沒有把它拿乾淨 也不妨去問問自己 為什麼 我有這些情緒 然後往這三個方向去問 是不是這個情緒呢 要幫我驅急避凶 我會有這個情緒 為什麼別人沒有 是不是我意識到些什麼 我害怕的事情是真的 還是假的 多半的大家講到情緒 都是負面的情緒居多嘛 是不是你有某一些事情該做 可是你卻還沒有行動呢 所以你的情緒會一直產生 比如說好了 像阿明是自己 常常有些事情嘛 來 然後我們忙啊 或者是覺得很煩 不想管 我會暫時拋諸腦厚 但是呢 心裡頭隱隱的 都會覺得有些壓力 覺得 我是覺得 然後做成事情都提不起勁 然後覺得很莫名的煩躁 但是當我想起 其實當我逃避的那一個 文章還沒有寫 或者是我逃避的一些議題 還沒有去做的時候 我去做了 雖然很辛苦 可是我的情緒反而變得比較平靜 身體跟心理都比較舒服 那就是因為這個情緒的產生 是為了提醒我去行動 你有沒有什麼該做 或沒有做的 或者是你沒有做 卻做了的事情 通常情緒就提醒你去看 這兩個方面 那第三呢 就去深度學習啦 所以 我們常常遇到一個事件之後 我們這個情緒一直都沒有走 也不妨問自己 我從這個事件 遇到很多情緒 嗯 我先肯定這個情緒的產生 真的會有嗎 這個情緒還沒有走 是不是他有一些事情要我學習 但我還沒有把他學到 那我來想想 我到底從這件事情中學習到什麼 好讓我 下次可以有不一樣的結果 會這麼說也是因為 我們當遇到了這些 很負面情緒的時候 我們往往想到的就是去逃離他 就物之預期死啊 就希望說 哎我就不要想 你發現你就不要想 你就把腦袋放空 好好看得快樂的事情 這樣事情就過去了 不一定的 往往你回過頭來去看你從中學到一些什麼 你把這個學習 老老記在心裡以後 這個情緒可能就不需要再提醒你了 情緒對你的生命其實是有一些作用的 它不見得是什麼正面或負面的意義 但它有作用的 它像個鬧鐘 如果它還在想 你可能要把這三個功課先問自己做完 它才有機會關掉 你當你遇到同樣的事的時候 你產生的情緒跟別人 或是跟過往的自己 有可能不一樣的 比如說像我自己親身的例子 我跟我的夥伴啊 就是被我們的教練 然後被我們的上級 痛罵過一頓之後 我很沮喪的 阿民是那時候覺得 我看我自己怎麼那麼沒用啊 做了那麼努力的 卻還沒有好結果時 我的夥伴卻蠻開心的 我說 哦天啊 為什麼很開心 剛被罵不難過嗎 可是我的夥伴告訴我 其實呢 剛剛教練罵我們 其實正式在教我們怎麼做才對 同樣一個被罵這個事 對兩個人來講有不同的情喔 我們中文在講事跟情 其實是要區分喔 我們頻道很喜歡講區分 好啦 所以我們往往誤以為說 我是因為某些事情 所以有這個情緒 真的嗎 我們中間放個隔板 這個事對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情 才是我們可以去探討的 所以啦 有的人他用正面思考 有人負面思考 那個都是一個手段而已 重點是這個情 同樣的事產生的情 對你來講有什麼作用 我們回到我們前面講的三大作用 虛急避凶 促使你行動 還有深度學習 你把這三個東西回頭去做完 那如果說沒有做完的話 會產生什麼呢 會產生痛苦 當然啦 我們再區分一次 其實痛跟苦又是不一樣的 什麼叫痛 我們用英文來講好了 痛我們叫pain 比如說剛剛前面講的被罵 被罵可能就是個痛 可是呢 產生的苦卻每個人不同 那個苦 我們用英文來講叫suffering pain不等於suffering 因為同樣的pain對不同的人 他可能有的人反而不是suffering 有的人覺得很happy 痛快 所以為什麼你對同樣的痛 會有這樣的苦 不同的苦 它也源自於你的同樣的事 有不同的情 有不同的詮釋 那回過頭你就會發現 原來啊 大多數我們的情緒 有一部分是痛 是事造成的 可是有另一個比例是苦 是情造成的 既然把這個東西現在區分開來時 你對於你原本的情緒 可能就有不同的了解 好啦 那這個不同的了解是什麼呢 我相信人不會做 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好處 回過頭來 這一個苦 這個情 它對你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再回到情緒的三大作用 它是不是去自己 你屈膝壁凶 哦 好像是哦 如果沒有屈膝壁凶的話 請你屈膝壁凶一下 好 第二 你是不是什麼事情 該做卻沒有做 什麼事不該做卻做了 想清楚這點之後 請再深度學習 然後牢牢記在你的心裡 這樣子當你把情緒的好處 吃乾罵進了之後呢 或許這個是 對你來講 又會產生不同的情了 這個痛 對你來講 又可能又有不一樣的苦 或者是 它可能不見得是苦了 那回到我的那個例子好了 我跟我夥伴都被罵 可是那夥伴為什麼 夥伴的情不一樣 因為他認為 哦 人家是在告訴我 教我怎麼做才對呀 他在教我怎麼趨吉避凶啊 如果我沒有拿到這點好處時 我就 我好爛哦 我就爛 那第二 如果說我有這個情緒時 一定代表我有一些地方 可以改進 這個改進 如果我沒有去行動時 這個情緒就會持續在 哦 我好爛 我好爛 但我在那段體驗中 我就想到 哦 所以 我要注意的是 停止我的自我懷疑 然後 可能要去 直接去行動時 我就決定去做 我的注意力就回到了我的行動上 那時候 我覺得當初被罵就 哦 對 我記得我被罵 然後我 我那時候很不爽 可是我好像沒那麼在意 但是那件事情是在的 我不是教你否定情緒哦 我那件事情是在的 但我的焦點變成另一件事情 那第三 他有沒有讓我深度學習 有 我到現在已經隔了快兩年了 我還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你說他有沒有深度學習 其他的事情 可能我被稱讚 哦 阿明你好棒 我其實並沒有很記得 可是這件讓我深度學習的事情 到今天我還能跟大家出來review一次 這證明了說 他這個情緒 對我的人生是有產生意義的 最後我想送給大家一句話 是來自於一個我最近很喜歡的動畫 叫給不滅的你 有個角色我特別喜歡 叫姑姑 他遭遇一些變故之後說了一句話 讓我印象深刻 就是 讓我們活下去的 不一定是所謂的好人 可是我們也沒有脆弱到不能接受這件事 好 下回見 拜拜 我們真的要不要取得到 我相信你 我就要أ勉勞 我按照 大家聽說的 我愉悽 你一起來 我很喜歡我 有一個好人的 你不可以 你只能鑽 你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